啟德郵輪碼頭要到今年6月12日才可以啟用 而在今天就進行首次事業 還有2100個旅客 來自新加坡的青英千禧號郵輪 就成為碼頭第一艘拍案的郵輪 郵輪拍案的時候 大部分船上的旅客不斷向岸上的人揮手 他們大部分都是來自美國、加拿大、英國和澳洲 而在啟德郵輪碼頭就安排了武師座慶 迎接到港的旅客場面相當熱鬧 由於碼頭客運大樓的工程仍在趕工 未能夠使用 所以入境處要派職員上船 為旅客登記 還有辦理入境手續 至於守郵輪就會在本港停留三天兩夜 然後再返回新加坡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鄭漢誠報道 最主 明 谢谢大家